日本修杜怪军又如何 日本刷腰带又如何 我现在让你们看看 中国力量 是什么让中国小将在媒体面前情绪如此失控 怒吼日本选手 只因为赛前日本武士实在太嚣张 带着一把生锈的武士刀来中国踢馆耀阳威 中途不断拔刀 妄想吓唬中国小伙和中国观众 不了中国选手丝毫没有畏惧 没有给日本武士一点面子 当即霸气回腿 别以为你带着武士刀 我们就怕你 小爷今天打的就是日本人 这个日本武士就是日本的双冠王三目龙一 没有错 他是日本著名的修渡冠军双冠王 当年他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狠角色 但如今已经是39岁 关事朋友们39岁了 那正常来讲应该已经是退役的年纪 但这个三目龙一贪得无厌 想甚至在退役之前来中国再捞胜一笔 这个家伙在20年前就经常来我们中国打比赛 当年赚的是盆满钵满 打伤我们的人 还赚着我们的钱 但如今20年已经过去了 这个三目龙一还以为我们中国人很好欺负 很好打 但殊不知我们中国拳坛观众朋友们 如今已经是盖天换地 已经是飞速发展 成为了亚洲第一 乃至世界前三 好我们再注意看 高举着五星红旗正在登场的小伙子 非常年轻 也非常的霸气 他就是魁蛇 冯 拼口 年纪21岁就拥有着13战全胜 94KO对手的豪华战绩 而且曾经最快的一次 只有12秒便KO对手 好 赛线丰天昊和这个日本武士啊 在发布现场吵了起来啊 对方拿出一把破菜刀 想吓唬我们 但是没有想到 三目龙一啊 20年前那一套 放在今天啊 不中用了 不好使了 现在我们中国小伙 脾气一个比一个爆 你不惹我们还好 你越惹我们 我们打得越狠 再前 冯天昊以小爷自称 并且表示 小爷今天啊 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日本子 我会把你亲手打进棺材板里 让你当年挣的两个钱 那两个撒瓜两扫 全部吐出来 好 没有错 双方的比赛就开始 看一下本场比赛 中国小伙冯天昊 他的精彩表现 能不能打服 或者打飞对手 我觉得最好是打死啊 能打死 我们千万别留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拿出五十刀了呢 因为刚刚他被冯天昊一记神龙出海 当场干啥的意 美方像条死狗一样 躺在了地上 是死是活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抢救 如果有必要 我愿意个人捐助对方一个骨灰盒 我是自愿的 好 再看一遍 哇 神龙出海 而且冯天昊也是毫无犹豫 赶紧补全 这个裁判有点不解风情 我觉得他可以晚来一会儿 让冯天昊再打一会儿 以免出现意外 以免对方还有气 然而观众朋友们 带着日本武士刀来中国提馆 刚刚的三部龙衣 还真不是头一个 眼前这个左青龙右白虎的小杂毛 才是开山鼻祖 他来中国向东北虎王冠 发起小战 好 们注意看 视频当中右边选手 头上带着小杂毛的 便是日本选手 青帝大幼 好 刚刚对方的眼神 好像吃了王冠 左青龙右白虎 我们中间夹了他这么一个二百五 对方的纹身还真是有讲究 好 我们注意看 红旁选手黑色短裤 中方选手东北虎王冠 蓝旁选手便是日本的 青帝大幼 日本武士 对方之所以带了一把武士刀 也是表示 打不赢东北虎 就当场抛股自己 横着切竖着切都行 东北虎王冠 我们光是听这个名字 观众朋友们就觉得 非常的霸气 没有错 他人如其名 他打法也像一头猛虎一样 好 我们看王冠的腿 哇 这双大长腿 的确是够长啊 我相信对方的小鬼子 这个小日本子肯定羡慕坏了 在日本 哎哟 什么情况 一个霸气的砍腿 但是裁判呢 并没有给到独苗 我觉得 这个裁判应该去吃点核桃 不补脑子 这一下 漂亮 这一下给到独苗 没有什么权念 这个250 不是这个日本选手 放开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连续被击倒两次 我们看王冠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连拳在腿 哎哟 又一次独苗 虽然说对方日本选手 小鬼子站起来得很快 这个小杂毛很机灵 但是倒了就是倒了 按照比赛规则 如果王冠再一次独苗对手 三次独苗的话 将会直接判定获胜 哎 什么情况 那么一不留神 这个小日本子怎么蒙起来了 但是要小心 格斗赛场 永无定数 不到最后一刻 胜者是谁啊 还说不清楚呢 连续正灯 把控双方的距离 哦 这一下子滑倒 应该是不能够判定独苗 这个日本小杂毛 现在是稳住了局面 王冠的也不着急 循序渐进 你看这个小鬼子长得很矮 但是他的两条腿啊 倒动得非常快 好 注意看慢镜头 这一下是日本选手 这个小杂毛啊 自己摔倒的 哎 什么情况 裁判终止了比赛 对方应该是 投降了 不打了 哎呦 这一下 哎呦 看他已经需要人搀扶 才能走下去 这腿是被踢肺了 好 恭喜 东北虎王冠 打赢了这个250 非常精彩